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回来了 接着讲聂书宾给我们的启示 聂书宾案真的是中国司法的胜利吗 说这话 我看网友啊 有些网友在枪枪扇人行 我又把这个包裹扔给他们了 因为这不是我说的 是底下网友说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周永康不倒 你那个省长能倒 那个省长不倒 案子能翻 这话透出来了很多信息啊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之所以聂书宾案能够平反 那是因为他司法后面的一些靠山倒掉了 那么隐含的意思说 中国是不是还有很多像这一辆同样的案件呢 因为后台不倒 无法平反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的司法问题啊 归根结底 它是一个权力不能受到自约的问题 很多人就怕讲这个三民主义 或者说怕讲这个民主社会 说实话呀 民主社会很难讲 我也是非常不赞成这种玉民民主政策的 因为什么呢 你会选择来一些不正经的人 但是呢 我们要谈民主社会的另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中国很多学者 包括周小正 或者说是聂卫方 聂卫方啊这些人 贺卫方这些人 这些搞司法的呀 搞这个社会学的呀 或者丁学良 我都点名提他们 因为这都是他们说的啊 这些人都说了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西方的社会啊 什么叫三权分立啊 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是分开的 行政权就政府嘛 那在中国 那自然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 这是你的行政权 司法权呢 那么是一个专门的法院机构 立法权呢 中国有人民大保大会 说实话 中国的这个立法权还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人民大保大会这边来经通过 来进行做的 可是司法权 你这个最高法院院长 他真的有那个权利去敲这个锤定这个案吗 你看这个贺卫芳 讲中国一些司法案件的时候 这个具体案件我也记不住了 你可以看他的一些视频 他讲中国司法案件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很多案件呢 最终都不是那个法院能敲到锤 是后面有一些官员 负败干部滥用资权 他可以透过他的关系去影响这个案件的判决 所以他们说嘛 说你们可别找我 那个法院长说你们可别找我呀 这个事情 你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的也很含蓄 这个很简单 就是权力不受自约 可是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非常的难 所以很多人要喊嘛 我们要宪政 我们要宪政 李敖在这个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不说吗 他说我这个演讲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放弃了自由不主义 我为什么放弃自由主义呀 以为我要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县 那么归根件就是说 这个宪法有没有被落实的一个问题 那么宪法能不能落实 就涉及到一个党和国的一个关系 这个就非常敏感 那么我给大家不谈中国 就谈这个纳粹德国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研究这个 大家可以想想看 纳粹政府它也是通过国会选举出来的政府 那么其实呢 纳粹这个党是在所谓 魏马共和体制下的这么一个政党 但是由于纳粹控制了议员 纳粹呢控制了媒体 他都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那么苏联式的政党呢 所谓列宁建党的时候呢 他要强调的是党在国家之上 党要控制一切 苏维埃共和国呢 就是由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 那么这样一种政府呢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监督苏维埃这个政权 或者谁来监督苏联共产党 如果没有人可以监督苏联共产党 没有人可以对苏联共产党提出反对的意见 那么最终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这个党内出现了腐败干部 腐败官员滥用子血 没有人对付得了他 因为枪在你们手里 法在你们手里 那么其他人又怎么能做到呢 但是苏联有一个好处 他把信息隔绝了 所以苏联老百姓是长期不知道怎么回事 直到苏公二十大 赫鲁晓夫在这个出洞二十大上 对斯大林的一系列罪行进行揭露之后 引起了全场一片恶然 大家都没想到斯大林会干了这么多坏事 接着就是据说是旋风般的掌声 给这个赫鲁晓夫叫好 那么后来这个苏联解体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苏联老百姓没有为这个政权说过什么好话 也没有帮他阻止他消亡 大家都是靠边上 为什么 在心理上之前早已经划清了界限 实际一来大家都靠边上 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我们觉得讲 讲的也是非常对的 之前我们胡总书记也好 西总书记也好都在讲依法治国 这是中国非常好的一个提议 我是坚决拥护这个依法治国的 但是 所谓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 但是你这个必究 这个怎么能够在技术层面上做到 你还给绕过这个 所谓这个理念问题 观念问题 阻意问题 然后还要在技术层面上做到 就非常难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学者说了一句话 非常的好玩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 你为什么有现成的不吃 要自己做 这是一个比喻了 大家可以细思一下 有现成的也不吃 非得要自己去琢磨 还有这个叫 名字我记不住了 是美国的一个学者 当然他是从中国跑过去的 他这个提法也非常有意思 当然跟我这个是一举重宫 我这个也是听 听网上一个人说的 他那个说法是更具体 他说 那边有桥你不走 你摸着石头过河你有病啊 但是他这个有点激进了 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 有桥你不走 非给摸着石头过河 这就是一个现状 所以我认为 念书彬案 值得我们细思 值得我们细思 他绝对不是一个个案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留得后人平缩 我现在呢 借此机会讲完之后呢 我就要在这个 Krakow呢 逛一逛 这个城堡里面 那么 这边呢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 山顶上的一个 一个城堡要塞 然后我往那边走了之后呢 应该还有一些 好玩的东西 今天就先聊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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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